民国96年4月25号 当年桃园县府考量身为基层国门第一线 是台湾进出国际的中央门户 为了与国际世界接轨 特别成立了对外事务斩责委员会 由时任桃园县府参议谢小韵担任主委 包括民政、教育、农业、文化、社会等 12个局处的副局长担任委员 为桃园做好城市外交的角色 当年桃园县府表示 桃园拥有十多万名万籍人士 数量高居全国之冠 除了外籍移工和外籍配偶 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人员 因此希望透过设立专责委员会 不仅替桃园做好城市外交 也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管道 当年委员会属于任务编组 责任却十分重大 更需要与外国人接触共通 因此当年委员会的委员 也主动向外交部寻求协助 希望能申请安排课程 增强学习包含外语能力到国际礼仪 地球扮演好城市外交的最佳桥梁 谢谢中文报导 中文报导